雲大哥 你在這裡嗎 啊 你可能在這裡 雲大哥 原來你在這裡 我問過了大家 都說不知道你上哪去了 我有點擔心 沒什麼 我只是在這裡賞月上心罷了 今天你師父異形要笑傷時 你小生命跟我說 你和你師父談過話後 臉色橫是難看 要我好好勸你 到底 到底你師父做了些什麼 連我都不能說嗎 我問師父 我真正的身世 她怎麼說 她說 我的母親 是地界長統妖魔的優都之長 名叫優吉 她為了消滅地界與人間之爭 來到我地上 探查人間的虛實 結果卻遇上了我爹 兩人一見鍾情 於是就有了我 原來如此 我娘雖然修為十分高超 但懷了我後 便法律詮實 我爹怕那些 自以為是重派中人 加害於他 於是將他藏於天選門內院中 當時我師祖還在死 他老人家心胸廣闊 並不忌諱正邪之分 並依我爹和我娘這一對 可化解地界人間 近年來的爭鬥 一直同意隱瞞此事 起之 起之已經分管之日時 師祖忽然去世 寧中前 為己交代 進任掌門的人選 師祖三個弟子之中 以我爹悟心修為最高 我師父雖然是大弟子 但向來不受師祖喜愛 當時中間相信 師祖會讓我爹 進任掌門智慧 師祖揍然去世 等於是給我師父一個機會 他只要在外洩露我娘的事情 我便變成師通妖魔之人 居無可知 可人繼承掌門智慧 起之空同和紫雲派的周浩 諸同兩人聽說此事後 竟然想以我娘為止 威逼地界又是投降獻保 就跟那天的九藥之聽詞一樣 和我約了不少閃人同道 要趁我娘奔往後 遠去大山之際連守合己 而我師父說他們脅迫 連想罷手也也不能 而我那位師父不只自己師兄所為 睡在一天夜裡 離開了望見風 死 疲人永遠入門中內院 唯不予我娘救起 我娘知道落入這些小人手中 必定無幸 於是和我爹平時抵抗 然而敵人實在太多 我爹戰到一劫 已不留神 竟被長下一病 我娘心見如此 便舍命使出絕天禁法 將敵人燒殺盡盡 我爹冰成重傷 悲喜我娘的私生衝了出去 竟然無倫人擋得住他 唉 中原正派之中 竟是卑鄙小人 也難怪你爹身份中原三大派 尤其是諸州奈亞人 他們被你爹非見所傷 的確是罪有因的 是啊 他們本想搶在牆法中的我 一併傻了 性格師傅挺見相互 這才保住我的性命 師傅當真一念自察 造成如此結果 我想他的內心是很懊悔的 也難怪我越是電影武功 師傅越對我越是猜疾疏遠 因為他這個心情一直沒有解開 他始終怕我有朝一日 得知往事之後 會來找他尋仇 殷大哥 你師傅真是多慮 我知道你最是感念你師傅的恩德 絕對不會為這種事 就煩你報仇的 是啊 只是此刻那些公共派和紫雲派的弟子 想必也將我是妖魔之後的事傳遍天下 師傅也不可能再重收我入門了 而常常兩派掌門死到我爹手中 中原正派也必然不容嚇我 從此領冠天下 方知天地如此遼闊 而我則於當日初夏三十一般 不知何去何從 這也有何關係 就算終點正派容不下你 我的四象門可是大開大門 歡迎你呢 殷大哥 你安在這裡住多久就住多久 那你不行的四象門 是正邪不去的外道 但是要錄的四象門也沒關係 風姑娘說笑 我應見面乃是堂堂的大丈夫 竟然賴在你門中不走 錄四象門之時更是休體 以天下之大 自有我容身之處 不勞風姑娘你操心 不 殷大哥 你原諒我不會講話 我 我是真的希望你留在這裡 這個沒有別人 我 告訴你心底的話 你可不見笑 呃 殷大哥 我是個在冰獲中父母雙亡的孤兒 師父可憐我孤苦無依 才收尾光眉弟子 把我像孫女般的養大成人 因為師父帶我太過親近 大師兄才會嫉妒在心 一直都有處處提防 累言人欲 根本不把我當師妹看到 他底下的弟子當然也一個樣 想來你大師兄也是怕你禍存這掌門之位 才如此先放排氣合影作對 其實到頭來還是相同的結果 這就是所謂天衣不可為吧 其實我年紀比大師兄曉得太多 就算不談備份地位 我也半點不想政治掌門之位 但他偏生不可相信 就因為如此 我姑姑剛剛在盤天井上過了十年 世宗門的勢力雖重 但真正的讓我相信 人數而上是親人的 這就是我師父 雲大哥 如果你有時覺得 我真的限制人屁故傲 不宜相處 那多少是這幫日子的緣故 沒這回事 鳳姑娘 你想太多了 我自己的限制 我自己最是清楚 雲大哥 九一之天一戰 師父和大師兄鬆鬆去世 我又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了 在這世上等到我依靠 肯聽我說這些傻話的 就只剩下一個人了 我不要再姑姑剛才過火了 雲大哥 如果你不願意游下來 我就掌門也不當了 今後你要上哪去 我都跟著你去 就像當初掌門出現了成後 一般的快活智障 好嗎 這可不成 你在前面留給你那麼大機眼 那他有一句話 就把他拋在身後嗎 我不管 有了愛他掌門 就讓他去當吧 我只在意 殷大哥你一個人 你說的是真的嗎 自然是真的 我剛才說過的 寧可不許笑我 我絲毫沒有取笑的意思 只是事實至此 風光的這番美意 我怕是不能接受的 為 為什麼 如你當日所見 我爹已度入魔道 為了向正牌報仇學會 但今後不知還會做什麼事來 我自不會隨我爹入魔道 但若他為所欲為 後果必定不堪設想 如今最後由我設法 尋到我爹 與他決意死上罷了 這不成 就算你有嚴守 我們功力也定了 勝不過你爹 這我自然知道 我是想死在我爹的手下 如果爹還有人性 或許 我這條命 能不能有所醒悟 所以 雖莫封姑娘你垂青 但我只怕此刻便死 有赴你的立方心意 所以我想還是 請封姑娘你 祕密良人吧 殷大哥 你 是不是認真的 負債之常 至古如此 之前紫雲派和洞口派 所有諸多不思 但兩派掌門 始於我爹之手 卻是事實 兩派定時都在道上 一宣揚 連偉男子其咎 這幾天來 我始終想不出其他良策 無法可想之際 也只有如此了 不 要死的話 我也一起去 封姑娘 你 求求你 殷大哥 別留我一個人 都靈靈的活在這世上 我 殷公子 並非沒有其他的方法 紫鳳姑娘 殷公子 以我之間 令尊策 指示斜 截圖 持有雙腳 釋放持有天魂 目的就是要復活 這是尚古魔神 我知道 世上有一柄尚古神器 可以號令天地神魔 只有當年便放在此劍之下 六年是否得到此劍 不但可破壞令尊的圖矛 更可威懾中原 那些自以為是的正牌 真有這麼一柄劍 是的 這柄劍叫做九宜天尊之劍 據說這柄劍是狂帝用女蛙神 補天剩下的七色石子煉成的 這柄他承受天地聖法御風 齊威令四方神魔衛服 幾乎可說是天地間神兵之尊 故得此久於天尊之名 那這柄劍如今闖在哪裡 其實我也不清楚 逐步之戰 先祖狂帝用此劍 掌下持有的頭顱後發現 此劍吸收了持有的魔血原神 以為不祥 於是秘密的也將他封在地間的魔術 明幽玄幻地界陰觀 地界乃是妖魔和鬼陰的住處 並非凡人可入之地 更何況地界如此遼闊 神界被封在河地 要如何去找 只要道行夠深或有合適的法寶 即使凡人也能夠深入地界 而此劍既有如此神威 寶光必定日日如白日 尋來之不困難 原來如此 齒風姑娘真是見聞廣播 雖說要如何進地界還沒找我 但總算是有一條路 指凡姑娘 今後於此還得請你多下指點了 好說 應公子客氣了 指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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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常暗訪這麼久 應該知道那批妖人想要復活邪神持有 此事非常小可 即使動用神劍也不算過分 何況殷公子的為人 你我都很清楚 可以安心把劍交給他 話雖如此 然而當初皇帝為何花懦大功夫 封此劍封於利劍 這其中並有緣故 此劍若再次見識 只怕會引起莫大凶險 與其冒險動用此劍 不如回去借四天兵將 圍剿池油來著神室 不成 一來這是人間自己弄出來的事 天庭未必肯管 二來只怕天火狂為禍後 人間順成焦土 訴明史上流離不計其數 這位池油復活後有何差別 瞧你這個樣子 你是指意要帶他們尋找神劍的 看在邪惡交情上 我不會愛你 但別以為我會同意你的見解 他們想像九為一吞針之劍 得掀過我這一關 什麼 很簡單 他們卻勝過我才能取劍 我可以告訴你們 神劍封在第一屆 換海的刺驗院 我會在那裡等你們 不過現在其實是還早些 我差點忘了今天是 所謂何蘭 願聞其詳 潛入四度勘察 金劍金城頂上被沉沉黑漆有照 事實又有人在擺什麼陰毒法陣 以那黑氣之聲來看 赤震威力非同小可 事宜要勞還你們前去看看 咦 趕在天子腳被弄滾 那些妖人竟有毒死人呢 無論如何 事關金城數十萬條人命 只是絕對不能輕忽 我這就去通知尚光大哥他們 明天一早便向金城出發 我也和你們一起去 瘋姑娘 如今你也是一派掌門 不能再這樣跟著我們要說亂跑 我也挑了幾個精明幹念的弟子 分掌門物 不然應該拉格影費心 可是我還是覺得不妥 明公子 你還記得瘋姑娘之前說的那些話吧 她是非跟你去不可的 你就答應她吧 紫鳳姐姐 你連前面的話都聽到了 我不是有意要聽的 不過你放心 我這人一向守口如品 哈哈 事情既交代完了 我就不打攪諸位雅信了 咱們精神見 這位前輩高人 真是神龍見尾不見所 紫鳳姑娘 你和這位前輩相似嗎 其實相似而已 或許這人性子固傲自大 頑固不通 讓她聰明絕頂 修為也高 孤立並不在那見邪之小 只可惜她當年曾發過誓言 是以她雖有心想幫我們 卻只能在暗中出手 或幫忙當場消息罷了 唉 這也是天一罷 指方姐姐 你對這位前輩 所知如此之強 想必是很有一方圓圓的 嗯 也可以這麼說吧 那我就可以放心了 什麼意思 啊 沒什麼 對了 明明就要出發了 我先回去準備準備 怎麼一會生氣一會高興的 你而家的心思真是難懂 啊 英公子勿腦 你都有一天會懂的 此刻月色證明 不妨再多賞一回吧 嗯 也好 好啦 這裡到這邊結束啊 這裡也很長的故事 好啦 這邊 城市就由我自己探險吧 好啦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到頻道主要放圖片 按下訂閱 記得到粉絲 按一下 最終按鈕 因為我的 我的按讚的按鈕已經不見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啦 那記得 訂閱小鈴鐺 記得打開 好 就這樣 掰掰